大家好,我是伯威开春春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 漫画改编的搞笑电影 后阶女孩电影版 主角三人是黑帮组织成员 对组织很忠心 三人中的队长小剑带领着小亮 还有可爱的小燕 立志要成为男人中的男人 第一步就是 我只干大是我干大的 你被打住我干大的 跑到敌对黑帮给他们颜色瞧瞧 然后他们就被敌对黑帮抓起来了 不过敌对老大得知根本没人派他们来 他们只是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太冲动了 想为自己的组织出头便放他们一马 回去之后才知道 他们的老大正准备与敌对黑帮谈和解 如今却给人家打过去想要赎罪的话 A 砍一条腿 B 拿内脏出来赚钱 C 当偶像赚钱 当然选当偶像啦 但你以为这么简单吗 是要当女偶像呢 就这样他们搭飞机前往国外做 变性 变身 整容手术 还改造得很成功哦 都变成美少女 老大甚至帮他们取了一名 小健改名为健健 小亮改名为亮亮 而小燕改名为燕燕 连团名都取好了就是吉道少女 那之后接受了一连串水深火热的地狱训练 就这样他们顺利出道 歌曲也不可以偏离吉道歌词内容要有 切掉手指啦 地盘有人入侵要誓死守护 染成血红色之类的 结果还意外走红 没想到人气会这么高 没想到自己会变这么可爱 这让他们好苦恼说好的男人中的男人呢 随着走红活动也越接越多 录美食节目啦 上广播节目啦 还担任警察局反黑帮反暴力的代言人 直到一次举办签名会时 健健的一个小女孩粉丝 她有与自己前女友一样的姓氏 果然他妈还真的是健健的前女友 其实以前她因为自己黑帮身份 不想连累前女友所以才选择分手的 那么眼前这个小女孩 有可能就是自己的骨肉了 虽说偶像之路非常成功 老大布什也会给他们压力 比较谁的礼物收得多 眼眼收最多都是可爱的礼物 渐渐也不错都是高级礼物 但是亮亮却只有两封信 老大都为她感到害扫 这让人气低迷的亮亮压力大到长痴疮 还不小心破了 喷得前来关心的助理满脸都是血 可以很确定不是那个来哦 于是亮亮被送到医院治疗 还对美女医生一见钟情 当然女医生一检查就知道 亮亮做过变性手术 可能无法有进一步发展了 即便如此 偶像之路还是得继续走 受偶像大会主办单位邀请 老大要她们去参加 偶像大会可是被誉为神迹盛会 人气偶像齐聚一堂 受众多媒体关注 偶像等级不但能提升 还能借此大赚一笔 老大要她们好好干 如果失败了后果会 来到试镜这天 主办单位可是来着不善 大BOSS只在乎燕燕 燕燕说什么都是有趣 渐渐亮亮说的都当空气 但没多久时间三个女孩都睡着了 因为刚刚的饮料有毒 在大BOSS想对燕燕做羞羞的事时 大BOSS的小女友 丽华不爽的前来阻止 她就是因为大BOSS的潜规则而走红的 现在却要被别人取代 而主角三人可能平时酒喝太多 要想很快失去作用 三人振作起来用脚教训了大BOSS一顿 也意外与丽华成为了朋友 这一教训不得了 助理跑来告诉他们 大BOSS使出下三难招数 放出抹黑并破坏他们形象的假消息 偶像大会也停办了 所有活动都就此终止 演艺事业跌落谷底 那么现在他们各自有空闲时间 梁梁去治好痔疮 但却有点难过 以后看不到女医生怎么办 至少她把握机会向医生告白 没想到医生喜欢女生 不喜欢男生 对医生来说 梁梁是男生所以抱歉了 而渐渐则跑去偷看前女友与女儿 现在的状况 无法与他们相认只能默默关心 这让他们都好煎熬 渐渐烦恼着想照顾气笑 梁梁烦恼着感情疑惑自己到底是男是女 艳艳则烦恼着如何用才华东山再起 三人吵成一团只有辈分最小的艳艳 愿意接受现实 就在彼此冷静的时候 渐渐突然收到风来自丽花的简讯 表示自己要举办新偶像大会 希望及到少女来参加 现在他们人生充满后悔 那就更该努力 放手一波重新站起来 但同时大boss也掌握到他们的把柄 所以不知道原因但能够感觉得出来 照片中的人是他们的弱点 于是在举办新偶像大会的这天 竟收到了大boss传来 女医生气小于助理造绑架的照片 什么新偶像大会就先不管了 拯救心爱的人才是王道 毕竟是漫画改编他们很合理的 以一大二十为单位 解决了小洛洛后先救下了助理 但助理羞羞脸裤子掉下来了啦 还是艳艳图案的小酷酷害不害臊啊 很快的他们也找到了 绑架女医生与七小的所在地 又以一大二十为单位打扮那些小洛洛 眼看中不敌拐 大boss开枪射杀了亮亮 缺 想早点拿出来不就好了 子弹又逼亲小洛洛贵吗 气得队长渐渐拿出男人中男人的魄力 打败剩下的小洛洛后 却放了大boss一马 因为这要留给不知怎么逃脱出来的 女医生与七小带着老大 永不会死掉火箭筒 教训了大boss 让他吃下败仗 那么老大在拿枪催促他们 赶紧去参加新偶像大会 而亮亮也被吵醒原来他胸前的秘密武器 铁奶罩 帮他挡下子弹捡回一命 故事就在几道少女边跑边换衣服 边跑边化妆 冲去参加新偶像大会下结束了 村长人为这部其实智障的很好笑 还有制作成动画和日剧 实在是居家旅行 坏坏心情必备良药 如果喜欢村长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的船员记得加铃铛 就是不会开春日村长 我们下次见